就是藉著每個這樣子 你發表一點 我發表一點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把真言以道九章 大家做了一個完整的去世 這就是我們剛剛弟兄們在前面講的 這就是團體的徵戰 如果不是這樣團體的徵戰 我們只在屬於個人上面去追求 你不會有什麼成功跟功效 你的徵戰一定要打折扣 我們正在身體裡面 還有一個這樣的徵戰的果效 畢童在這個誠心聖言裡面 就講到一個非常的 從一開始他就講到我們第一個 先對什麼 對這個約而出 也就是對這個大能者要有一個認識 然後他後面接著講到什麼 兩個認識 兩個戰 兩個生活 還有兩個宣告 真的很寶貝今天真的是有價值 坐在那邊 你看 坐幾十分鐘 你看 就可以聽到這麼多 而且弟兄們放不去 這樣子兩半過程 其實帶到今天我們來讀尊嚴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把它當作一般的格言 這個是格言 但是我們不是像他們一樣 就把一句話放在我們的桌前 當作我們的座右鳴 我們來自什麼 我們來自因為從神而來的智慧 我們得到了這樣的開啟 那裡面我也得了一個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認識一個屬靈的徵戰 你們講到這個 其實在我們的生命跟經歷裡面 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在生命的經歷裡面 我們不僅要生 我們還要長 對不對 要長大 是不是 這個長大才能夠建造基督的身體 如果你不長大 你光只有生 像剛剛劉培給我講的 你一直怎麼樣 不上這個樓梯 不上不去 叫你上 你都上不去 軟弱 就是這個悲哀 對不對 一直就拖著你死沉下沉 對不對 所以我們怎麼樣 我們要在生命裡面 不僅要生 我們還要長 我們要經過這個靈命的事成 我們剛剛聽到這個時候 就說真的是必須的智慧 真的是開我們的眼 不僅僅是藉著今天這個 我覺得這個聖經就很奇妙 你讀到哪裡你就會發現 真是沒落的斷 你看我們今天講 我們進到真言的一到九章 對不對 正確的人生的原則 過一個正確的人生的原則 你怎麼來過正確的人生的原則 好像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你從生命讀經裡面來看的話 哇 原來真言就放了四個大的金塊在前面 對 真是 好美 讀到這裡我們真的是感佩 弟兄為我們解開這樣的話 但是我們更要什麼 要遵從神 對 因為派出 有話 派出於神同在 王就是神 這話很難出 你看這個奇妙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這樣的話 在我們裡面的話 我們怎麼會對真言有這樣的可能 剛才蕭弟兄有提到說 詩歌書 我們今天是讀到什麼 舊約裡面的詩歌書中間的一段 詩歌書有幾點呢 我 是真傳的 他放在舊約的中心 那真言又是詩歌書 就是用詩歌書的中心 所以真言它不僅是智慧的言語 它更是今天神的話 最直接的啟示到今天我們的生活裡面 對 所以真言重不重要 重要 來 真言的主題 大家組一下 對 智慧多好 教導人如何行事為人 並在為人生活中 竊敵他們的性格 這個一 智慧的話 你看這個主題 它就很清楚地就講智慧的話 那我們看這個智慧的話 好像我們都懂 其實智慧的話就是神的話 如果我們讀智慧的話 是從人的言語所發表出來的 這個智慧的話 就是人的聰明才能跟能力 但是這個從神的話出來的 就像保羅在《以夫所書》裡面 祂求神給我們有智慧和啟示的靈 這個智慧就是指到這一點 那我們用新約的角度來看舊約的時候 你真的要佩服我們的弟兄 他們在解這一段聖經的時候 他講到說這個智慧的言語 他講到這個智慧的言語 不僅是能夠叫我們 第一個要遵從神 然後我們還能夠什麼 還能夠孝敬父母 還能夠尊重你的婚姻 如果這個智慧的話 不能夠給我們這樣的啟示的話 這個智慧的話 就不會像我們在主題裡面 它一開始就把我們帶進到這個裡面講到的 所以我們來讀這一段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認識今天這個智慧的話 是從神而來的話 好 那在第三章 我就飄著講一個時間的關係 在三章的十一節和十二節裡面 它所最主要它是講到這個管 管教的原則 它講到管教的原則 第一個它說做父母的我們要管教兒女 那兒女要應該受管教 然後它在第二裡面啟示 它就說做父母的聖徒 要在主的面光中來尋求禮物 怎麼樣讓兒女們來感受到 我們是真心的愛她 所以當然很多在這個社會知識裡面 都講到說我們要用愛心 對不對 我們要有同理心 可是今天在屬靈的裡面 我們照顧我們的新人 照顧我們餵養的小羊的時候 要讓他們知道這男是因為從神來的愛 如果不能夠把它帶到這個愛的裡面 不能夠把它帶到生命樹的面前 它只會只認為你對我很好 有一天這一餐它吃不飽了 它就不能信到 我們要把它帶到愛的那個神裡面 好 到了第六章 我用三六九來講 第六章它啟發什麼 一個懶惰的人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懶惰的人 我們要做以身做的做榜樣 凡是做子女的榜樣 那這個榜樣呢 要讓他自己去觀察 而不是一天到晚跟他說 兒子啊 我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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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看我們這樣的榜樣 原來 這個弟兄 這個姊妹 你看 他真是我的榜樣 早上起來 他過一個很甜美的主義的誠心 中午的 他去看望去餵養 到了晚上的時候 你看他有禱告 有這個追求 有小孩 哇 原來造慧生活 就是這麼甜美 見了這樣的造慧生活 我們就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到了第九章 就是我們今天讀的這個 其實他是一個很關鍵的這一章 那這一章裡面 他啟示了兩條的路 一個是智慧 一個是智慧的路 一個就是什麼 一個就是一個 一個婦人無知的路 那這兩條路的中間呢 也就是在七到十二節裡面呢 他告訴我們的兒女 告訴我們的兒女 跟他們說 你們要敬諱神 認識主做一個智慧的人 這就是我們教導兒女的一個最終的目的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像使徒保羅教導我們一樣 第一個我們要求神 我們要跟主禱告 求神真給我們有一個智慧 一個歧視的人 不管是在行事為人 還是在教導兒女上面 我們都能用神的話來詮釋他們 那真言就不會當作是格言 真言也就不會當作是一個智慧的名詞 但是外面其實很多書都在講智慧的話 但是只有真言這本書 只有真言這本書 真是從神而來的話 會主攻到我們 對 我們開始終於看了 在下次見